TOS-1A采用T-72主战坦克底盘 将炮打更换为可以全向旋转的 24连装220毫米火箭发射器 该车是TOS-1的改进型 后者最初是厄姆斯克运输车辆厂研制的 634工程 配备三排八管和一排六管 共30管发射器 经过改进后 去掉了第一排的六根发射管 备弹数量调整到24枚 由于减少了6枚火箭弹 TOS-1A战斗权重39吨 车组3人 机动性和通过性比TOS-1有了提升 改进型火箭弹的射程 也从3500米提高到6000米 打击范围更大 TOS-1A从行军状态到开火只需要90秒 发射全部24枚火箭弹 最快只需6秒 射程600至6000米 杀伤面积达到4万平方米 与其他火箭炮不同的是 TOS-1A还有一个绝活 就是同时发射两枚火箭弹 它可以像突击炮一样 抵近目标 同时像一座建筑物 发射一枚或两枚火箭弹 杀伤效果非常显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